注意到A2的地方前面有个这个钱的符号 15的地方有个这个15吗 这个2吗 OK 一定要加一个钱的符号 那为什么要加钱的符号 如果没有加会怎么样 其实呢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如果 假如你在做的时候呢 忽略掉这一点的时候 那问题就来了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V多安数 它基本上就是 你要查什么 查这个吗 没错吧 去哪边找 这个第二个问题 去这个范围去找 那这个范围找 它选完之后 它前面并不会自动帮你锁 第三个是找哪一个栏位的资料 找这个吗 然后比对方式是0 OK 那你如果按确定的话 刚刚同学是向下填满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它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范围呢 一定不能改变 可是呢 只要你向下填满了 只要是数字的话 数字哦 这个数字指的是裂号 裂号呢 就会自动增加 那你会发现 CA 有没有 A2变A3 C15变16 一时类推 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 可是问题呢 你要查询的范围 一定还是固定在这里 它不会一直往下 所以 如果你要把它锁起来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 在这个C2的前面加一个锁 给它一个钱 然后呢 在15列的地方 再给它一个钱 那有钱 这个钱 有点像锁啦 给它一个钱 给它有钱 它就不会跑掉了 所以薪水开高一点 员工就不会跑掉 OK 没有 这个只是比喻啦 类似像 那个钱 就是Dolls符号 OK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你向下填满的话 列号会增加 可是未来呢 如果说你向右填满的话 蓝号会增加 A会变C C会变 概念是一样 向下是列号增加 向右是 前面 前面是蓝 比如说A蓝就变B蓝 B蓝就变C蓝 一时类推 所以将来 如果你要向右填满 向右的话呢 那你要注意 那个蓝是不是要固定 如果要固定 那你就是不能 那你再来就是说 这个B2前面能不能锁呢 当然不行 因为你向下 你要去怎么样 去往下嘛 往下去追 追下面这一个 如果你把它锁起来的话 那它永远都只有参考到 那个就是B2这个储存格 就不会变了 所以这个不能锁 OK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那答案就正确了 OK 那当然一次性要全部做完 可能不是很容易啦 不过我是建议啊 你可以啊 一样在做啊 其实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加上如果后面这个 这个V2函数 如果你不用复制的话 也可以做 不过特别是 你要再插入函数的话 请你从前面的箭头 如果前面有公式 或者前面有其他的函数的话 你要从这边加 V2函数 查什么 查这个 去哪边查呢 去开课斑别里面这个范围里面查 查第几栏呢 1 2 3 我要把实数带回来 3 比对方式输入0就可以了 OK 如果要找接近就输入1啦 我们这边是完全比对用0 按确定 好 那确定之后呢 记得啊 等一下要向下填满的话 然后把这边把它锁起来 F 你也可以按F4啦 F4也可以 不过F4它会栏跟列都锁 比较正确是锁列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按两下F4 前的符号就出来了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呢 除以3 减掉1 减掉1就是减掉第一 这个第一周嘛 然后记得前后刮斧 如果有些同学忘了这个刮斧 那就完蛋了 因为你没有这个刮斧的话 它会先乘 乘7之后再减1 那就答案一定是错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基本上 这一个 其实就等同是在 这边做完的东西 再过来 那只是说 它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应该可以看懂吧 可以把它打勾一下 然后向下填满 这样就全部完成 那你会发现 马上那个结束日期 全部算完 但是如果你不会 这样的一个公式的话 说真的 你可能就要怎么 切来切去 然后再用计算机 再慢慢算 或者要切一下日期 而且还要算 它是那个月份 如果是30天 31天 它28天 29天 你要慢慢去算 那就非常头痛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待会我们要来再看一个 可能比较稍微再难一点点的 不过 各位也不用担心 我们其实只要做很简单的东西 就按下它 可以清除 再按下它呢 它可以再把公式 给输出过来 不过这个好像有点难 对各位来说 不过这个算 算很延伸性的啦 你各位不用太担心 这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只是要做两个按钮而已 这两个按钮要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 待会再来看 那请各位先把 这个题先完成